市長 請看一下你的這個左手邊 此刻現任跟歷屆的龍山國中的家長會長 就在四樓的旁聽席上面 他們對於學校這段時間來 對於這個期間的一些作為跟態度 非常的憂心 非常的不信任 希望教局跟市長能夠重視孩子的學習安全 因為龍山國中你看到沒 之後活動中心的這個大門口的兩側 出現那個交叉型的裂縫 可以塞下50元的硬幣 那活動中心的左側的外牆 也有水泥石塊的剝落 柱體的垂直破裂 還有鋼筋裸落的情況 加上這個三鐵行經平凡 那捷運更位在活動中心的下方 進蒙甲大道旁邊的這個教室走廊 可以感染到明顯的這個震動 影響學生的學習 而且安全堪餘 所以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歷屆以及現任的這個好幾個會長 就跟我陳情 那我們就緊急線堪 同時要求交局運用二倍金哦 來聯繫專業的一個技師單位哦 來幫我們做活動中心的結構安全檢查 好七月份這個我們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的建定報告出爐了 發現活動中心的綠離子含量超標是五到十一倍 然後混凝土的強度約為設計強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只有法規標準的百分之四十 好尤其活動中心它是位於台鐵高鐵捷運三鐵的交會處 所以結構安全非常的危險 好我們看檢報 專家有提出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結構補強 一個是拆除重建 但拆除重建是最佳方案 專家雖然說補強也可以 可是補強之後 每年還要花錢去補綠離子的傷害 因為綠離子的傷害就像那個癌症一樣哦 這個它的鋼筋袖屎 它會隨著時間持續的惡化 如果你只有補強 而沒有去補這個綠離子的傷害 它只有治標不治本 而且我們幫你計算一下哦 建築物目前是使用三十五年 照正常運算哦 五十年扣掉三十五年 還剩下十五年 補強之後給你多個五年 每年綠離子的維護費用是兩百萬 乘以二十年 將近那不是四百 是四千萬了 資源是四千萬 然後你再加上就第一次的修補的費用 包括請照啦 還有所謂的辦理工作人員的一致費 是一千九百四十六萬 所以整個加起來的總體費用 是將近六千多萬耶 那簡報上面寫錯了 所以啊我要說這還不如拆除掉 一勞永逸 而且也安全經濟 何況這個中心已經符合 危老重建的標準 在全國都鼓勵危老重建的情況之下 要高潛部署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台北市真的應該要帶頭做示範 不過遺憾的是哦 我們學校在七月鑑定報告出來以後 直到八月中還沒有任何相關的應急措施 這讓我們歷屆的會長真的很擔心 所以八月份的時候我們又召開了這協調會 我們要求教局趕快規劃拆除重建 而且沒有拆除前先做結構安全的補牆 但是沒想到學校是無動於衷 竟然還沒有做補牆之前 就讓將近三百多個學生到活動中心去 根本就置學生安全與不顧 然後十一月初也沒有善進告知的責任 還租建場地給我們外華區公所 辦那個全民休閒運動會 將近四百多個人耶 因為我也是外華區的體育會的理事長 是主辦單位之一 我就不得不參加 好 而且這個還是我在教育部門質詢之後 而且便當會跟你反應 然後蔡富還提出這個公文啊 說啊 結果補牆跟拆除重建的先期規劃 同時並行 之後的事喔 你看這個學校很可惡耶 而且還邀請家長跟老師說 網稱學校的活動中心百分之百的安全啦 說這個教育局的經費不夠啦 先補牆再說啦 說是要應付學校的公文啦 教育局的公文啦 市長你知道這個問題嗎 很可惡耶 這個真的讓我們的家長就懷疑說 學校 甚至是教育局在玩兩邊手法 因為一直都在強調經費不足 也沒有做立即的相關的應變措施 也沒有提出活動中心 拆除改建的一個實施的進度表 然後你用欺騙家長 造成家長的對立 這讓我跟歷屆的會長跟信任會長很擔心 因為國語實小的活動中心 游泳池納入結構 就曾經一度取消 我們怕這個問題會再度重演 實小跟活動中心在十多年前 那時候是我媽媽爭取要拆除改建的 後來九二一大立正的時候 這筆經費就農到他校去做整件校舍 那我上任的時候 剛好官大前線 在幫忙協調各站的設置 我就爭取把他納入捷運共共 中間我不斷的協調跟追蹤喔 有一天居然發現怎麼沒有任何進度 我才知道原來學校跟這個家長會長 私自決定不做了 因為大家擔心就是空間的一個使用問題 還有就是可能到說公區學校會亂七八糟 就這樣子做不做了 後來是我趕快跟歷屆的將近十個會長 我們去見好市長 然後呢總質詢的時候再提出 那好市長也確定大家的訴求是要興建 那所以才重啟該向工程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家長就很擔心 會不會又像國藝時效一樣 講到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而且市長我跟妳講啦 其實喔 我們跟家長都知道說 一旦要拆除重建 勢必一定會面臨這個學生的活動空間的調整 還有中繼市場中繼所的一個問題喔 甚至可能短期招生會受到一些影響 可是我們都認為說 學生的安全是零容忍的 教育經費不能夠省 學生的安全不能不顧 所以喔我們發現到 這個教育局的功能回復是不明確 然後呢學校的相關作為 又讓人如此的失望 所以他們今天就出席在這個唐廳喜旁邊 我要提醒市長 老松國小喔 當年活動中心改建的時候 他們的學生也是到附近的這個龍山國中 這邊來運用 那這個部分老松國小的校長跟會長 他們都全力支持到時候學校 校區互相的這樣的運用 因為這老松國小孩子畢業 就會到龍山國小國中去了 所以他們也很支持這樣的案子 所以我還要再提醒你 你不是倡導這個蒙甲學員嗎 蒙甲學員也不是臨近的這些 不同學程的學校 在做學校環境 跟這個資源的共享不是嗎 所以老松既然願意了 那你們還持無作為 所以啊 家長他們強烈的要求 你們要儘速提出 活動中心改建的實施進度表 已是負責 我要告訴你喔 我從開始質詢 不管是簡報 或者是我們剛剛鑑定報告的所有的內容 包括我的質訊稿 我都有所本 因為我都是請教這個工程界的非常的專家 跟領事長 他們都認為 真的是應該要拆除重建 所以他們也覺得說 如果我們教局只有那麼一紙公文 並沒有去提出改建的實施進度表 那他們真的也擔心到時候會不了了之啦 所以我必須要要求 你們要趕快提出這樣的一個 改善計畫的實施進度表 然後這個當中就要包括 上面寫這幾項 先期規劃報告 初步設計與預算編列 還有細部的設計發包 施工的發包 含建造執照這些申請 然後改建工程 含使用執照的申請等等 以及竣工使用的種種的 第七嘛 要有這樣的一個初步的實程 進度表出來 他們才會安心啊 否則像這樣子 現在看了真的很擔心很害怕啊 這個東西啊 我幫你們問過了 這個專家說 其實你們如果用心去做 這個進度表 其實將近兩個禮拜 是可以出來的 那之後如果有些調整 那個其實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問題是你一定要提出這樣的一個 進度表 否則你看 學校還讓那麼多的人進去這個中心 早應該圍起來 不讓任何人進去了 所以 局長 還有市長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家長就在上面 歷屆的將近七個八個人 會長都在上面 他們都很關心這個問題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 你可不可以承諾 就是確定要拆除重建 然後在還沒有拆除重建之前 先做結構安全的補牆 而且也不要讓學生再進去了 除非補牆之後才可以進去 可是不要補牆之後 後面不了了之 還是要拆除重建 然後提出這樣的一個 實施進度計畫表 我如果要拆的話 為什麼還在結構補牆 這不是當會前面 不是啦 因為你這個整個過程 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 你要先讓他補牆 再進去 如果你今天真的都不要補牆了 那你這些學生 可能會有比較長的時間 是沒有辦法進去 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要講的專家提兩個方案 一個是結構補牆 一個是拆除重建 但是他所提的 所謂的結構補牆指的是 除了剛剛第一次的補牆費用 每年都要花將近兩百萬的綠離子的一個 這樣的修補的費用 所以他們才會覺得 最好還是拆除重建 不過因為你拆除重建 這段時間 將近走也快三年了 所以你可以這三年通通都不要用嗎 都到龍山 都到老孫國小去 我也OK啊 對不對 問題是你們學校現在連還沒有補牆 就讓學生讓居民都跑進去了 所以市長 我們一個月內跟你講 我們到底是要拆還是要建 沒有人說先補牆再拆掉 這個 我們是說如果你要運用 就先補牆 因為補牆不是補一次就OK的 真的你要走補牆方案 也後面都要每年花這麼多錢 剛剛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如果你沒有辦法在老孫國小 將近快三年的時間 那這個場地運用有點困難 才是跟你講說 結構補牆以後再進去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溝通的了 那當然你就不用補牆了 你直接就是感見了嘛 不是嗎 對不對 這是場地運用的問題啊 就需要教育這邊能夠去做一個了解 如果你的跟老孫國小談的結果 是可以將近三年都可以在那邊運用 那你就直接拆除重建 對不對 否則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只走補牆方案 真的是非常浪費經費 而且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 這樣好了 我一個月內 我們這個要找工程來決定 一個月內市長 我跟你講 你們的一個 這個報告是台北市結構進市工會 所做的一個報告 不是我們要決定要拆還是要建 我們一個月內跟你講 那你不是說要拆除重建嗎 他自己也知道啊 他當過校長這麼多年 他也知道這個是非猜不可啊 只是家長擔心說 你現在會不會跟我們講 先期規劃 然後沒有進度表 然後到最後呢 又變成只是補牆而已 他們就沒有辦法接受嗎 就整個未來來講 應該是要拆除重建 這個我們之前就有討論過 是啊 那因為如果現在的這個 很多的這些行程 從掀起規劃一直到施工的話 那時候譯估 教育局譯估是要將近五六年的時間 所以才會說 對才會說先補牆 補牆之後 同步進行 那現在如果說 如果說剛剛提到說 老中國小 可以用老中國小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進一步再來協商 如果學校這邊 因為畢竟這個龍山國中的學生 他幾年的時間要使用的話 也不能沒有場地 我們來協調看看 如果說他到直接到老中國小去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也許就不要花錢再去做這個 補牆 這個部分我們再進一步來演繹一下 所以是不是先確定就是拆除重建 那你至於拆除重建之前 你一定要做結構補牆 就是你跟老松國小這個場地 運用的問題來做討論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是不是先答應家長 拆除重建啊 因為很多家長都是也有工程專業背景的啦 他們也都問過一些結構技師啊 我也問過土木技師官位 其實我能問的我都問了啦 所以是不是市長你要先講啊 拆除重建吧 拆除重建可以啦 但是要怎麼過渡 我後來發現喔 這個是三鐵共構上面 是 所以你如果補牆 他三鐵而且捷運就在他的下方嘛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要拿回去研究一下 好OK 所以原則上就是拆除重建 但是是不是我們質詢之後 是不是兩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具體的 起碼你一個改善進度表出來給家長看 不然他們就在上面啦 好不好 好 好 因為醫者父母心嘛 你以前也是醫生何況理事 台北市民的大家長 好不好 好 謝謝時間暫停 會長你們可以先走沒關係 我們每一次帶走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